中文字幕——YK 擔任發表人 改作敦敦先生同時也是 達賴阿嬤的姿勢 由他來現身說話 可以說非常開心的 內容一定很清淡 是不是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 來幫忙 現在我們也邀請到兩位女孩人 一位是二八基金會同事林昌水先生 看到這個本名我想大家可以跟我一樣 很陌生 不過見到本尊也不用我多介紹 智慧有名的散民音樂團主唱人 他最近呢 如果大家一天來幹嘛 而且我相信他會有本身的體驗 因為我們從沒你看到 他回來之後 然後在我們 最近打開見面之後呢 真的是瑜伽中 另外一位 與談人之 教掌交流基金會 前副委員長 不怕公私協議 翁副委員長 是個 真正的 那麼 藏學參加 因為 他所做的學術 學術研究包括 他在研究所念的 都是這方面 而且他多次到達 他訪問 也擺佩了 一個 瑜伽中 政府的高層 還有 大概 所以可以說是 有非常豐富的 訪問 那些 我想接下來我們就 先請 韓國復讀先生 來報答他的訪問 他現在跟我說了 因為 可能 用音訪來 發言 比較不方便 所以就跟你們講 滿足 韓國復讀 臺國 臺灣 母國自由會 非常 中美 非常 安逸 請 讓我開始 給你們幾個 基本的 訪問 前 1959年 西班牙 是一個 不自由的 國家 在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講 一些最基本的 一些訪問 1949年以前 西藏系 的 獨立 的 國家 我們 都國人 都是中國人 我們也不認爲 是中國人 所以 這就是 我希望你們 去解釋 很多人 覺得我們是中國人 但是我們不是中國人 所以 我想要你們 先解釋 因為 很多人 以為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 這個年 我們 有五十年 也是中國軍事佔領 突破五十年 這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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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有一個人權的問題 在中國境內 我想先跟大家說 北京 confuses human rights with nationalism 北京 把這個 人權 跟這個 民主主義 完全的 角度在一起 所以 我們 印象 我們 我們認為 我們應該有 這個 宗教的自由 跟基本的人權 我們認為 北京 fail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Tibetans people want 而北京 真的是完全 不了解 這個 中國人民 想要什麼 每一個 每一個 屠伯人 他們到底 想要什麼 每一個 屠伯人 都想要有一個 最基本的宗教自由 就是能夠自由地到這個寺院去參拜 能夠自由地祈禱 觀修 有他們自己最基本的功能權 1959年 when China occupied Tibet 100,000 Tibetans were killed during that period 1949年 中國軍事占領 突破的時候 數千的 這個突破人 當場 在那個時候 被屠殺 1989年 在這個 拉薩的抗暴力當中 也是有數千人上升 1989年 這個 突破在這個 拉薩的抗暴力當中 也是有數千人上升 50年來 在中國的統治下 50年來 在中國的統治下 至少有100萬的 都國人上升 這50年來 在中國的統治下 至少有100萬的 都國人上升 所以 讓我告訴你 我先來對大家報告去年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會看到 49年 中國的操縱 這幾年 都國人上升 都國人上升 大陸的統治下 都國人上升 幾年 都國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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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一定的 大陸的統治下 最近 去年幾乎是所有的屠博人居住的敵群 屠博人都站出來反抗 Second you see Beijing has divided Tibetan into the Tibetan government's region part of Tsinghai part of Khansun part of Yunnan 中共政府把這個屠博區割成 分為制止 把它區為西藏自治區 然後侵害官宿 西藏都有許多的自治區 從去年的上月到現在 有超過200的屠博人被殺 有6500人被逮捕 有6500人被逮捕 一千多人到現在 失蹤不知生死 有100多多個犯罪 還有數百個犯罪